陆昭瑶和秦纸烟生死一线 眼看就要被群殴了 可丽晨岚也是半死不活的 原水解不了尽渴 丽晨岚一觉醒来就发觉之前喝的药不对 便问顾寒光 你这药里加了什么 加了让你睡觉的药 自己早就该想到的 于是拒绝喝药 叫来阿大询问秦纸烟的情况 阿大实话实说 可丽晨岚却大发雷霆 丽晨岚再次动用法术 感知道路昭瑶有危险 不顾自己的伤势强行去救陆昭瑶 还没走两步便开始头晕难耐了 顾寒光冷嘲热讽 这辈子我只见过两个病人敢不听我的话 一个是陆昭瑶 已经死了 现在又来个你 可丽晨岚一意不行 顾寒光彻底暴怒了 一言不合就要强行灌药 阿大在一旁苦劝丽晨岚 顾寒光也撂下狠话 丽晨岚看着暴怒之中的顾寒光 只好喝下救命药 可那不屑一顾的眼神 气得顾寒光想撂挑子不干了 丽晨岚心细陆昭瑶 可刚出来就看到陆昭瑶三人 为了不让陆昭瑶知道 自己已经知道她真正的身份 只好假装关心秦指淹 顾寒光正在骂骂咧咧 一看到沈谦紧便掩气息鼓了 抱着她就走了 秦指淹吓得赶紧溜了 丽晨岚似乎在看陆昭瑶 这下自己放心了 陆时期带着秦千贤急步如飞 秦千贤身为一代宗师 为何无力反抗 只能任由陆时期扛着自己呢 其实早在宗门大会之前 柳苏若就与江武勾结 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强逼献血行不通 那就只能杀之取血了 可没想到江武关键时刻掉链子 喝得醉生梦死的 错过了除掉秦千贤的绝佳机会 不过江武早已在雌雄剑上设下禁术 秦千贤被雌雄剑刺伤 无法动用法术 江武自认为秦千贤逃不出自己手掌心 任由自己拿捏 可他千算万算 没有预测到陆时期回来搅局 江武拦下陆时期 两人讨价还价 可谁也不服谁 陆时期是个死心严子 江武不再纠缠直接动手 陆时期再次救下秦千贤 江武准备速战速决 时期一看打不过 飞毛腿一扫荡 带着秦千贤又跑了 宗门大会之后 这群自私自利的家伙又开始座会后总结 柳苏若一副大意凛然蛇小家为大家的态度 可这番看似真情实义的自我表忠心 并没有令众人动容 大家都心知肚明 柳苏若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而已 但和洛明轩苏醒的好处太多了 他们抵不住诱惑 在强逼秦千贤献血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上了柳苏若的贼船了 这个时候下船为时晚矣 江武穷追不舍 陆时期带着秦千贤逃到肃山迷阵 而这里就是江武出事的地方 秦芷燕和陆昭遥回到卓城殿之后闭门不出 芷燕对于陆昭铁了心 不让洛明轩苏醒的原因感到好奇 女魔头 我能问问你 为什么一定要杀洛明轩吗 陆昭遥一想到这件事 就恨意四起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在我快要被他拷打致死的时候 我唯一的亲人来救我被救 我老爷去被洛明轩少 秦芷燕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如果不是我爹被他们害死 我是无虑如何都不相信他们是坏人 石马仔按照柳苏若的吩咐 前来找林子玉 林子玉被栗尘兰惩罚 正在郁郁寡欢 石马仔上来就是一顿嘲讽 林委长为何不在无恶殿当职 莫不是因故遭遍了 林子玉故作若无其事 石马仔开始直奔主题 今夜此时 秦芷燕若没有来凤山献起 那柳苍欣你能保 林子玉处处被假秦芷燕压制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自己的救星 你的那则消息 我自我帮你带到 陆昭遥前来试探李承兰的口风 刚巧碰到李承兰和司马戎连线 司马戎身之李承兰不开心的原因 于是助攻了一把 你今日所作所为 惹你师父不高兴 所以你要想办法哄哄她 陆昭遥哄得理智气壮 我觉得要哄 我不该和师父担心 除此以外我也没做错 让丽承兰也是没了脾气 我担心的是你 陆昭遥略显尴尬 只好转移话题 你生事如何 我爱静养几天就好了 随后说出了今天来的目的 我想把柳苍带回万路 担心她 徒儿除了师父 怎么会担心别人的 我就是怕她再被利用 丽承兰无奈之下只好答应 但千叮零万嘱咐 零子欲破门而入直奔主题 转身之时 露出了那一抹得意的笑 荣 秦子嫣彷徨不安 当即收拾行李 陆昭遥回来刚好看到这一幕 秦子嫣害怕陆昭遥阻止自己 只好谎称去顺安镇 两人朝夕相处 陆昭遥岂能看不出秦子嫣在说谎话 强逼之下 秦子嫣只好说出原因 虽然实话比较扎心 但陆昭遥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你这声功法 连最笨的中文门派都打不过 以及找了一个好借口 我学会了顺行术 我可以用顺行术 带昭遥阻止一起回来 可陆昭遥还是不放心 我都和陌昭遥说过了 等他伤好了 别和我们一起去救柳昌陵 秦子嫣已经失去理智 面对陆昭遥的百般阻挠 值得铤而走险 使用顺行术去救柳昌陵 秦子嫣来到凤山 柳苏若这次掌了个心眼 真假秦子嫣 你诅弄过我等一次 你若要柳昌陵证明给我看 秦子嫣要求见到柳昌陵 才成献血 看到柳昌陵安然无恙 秦子嫣提出要求 你先保证 我把我的血给你 你就放我们走 我保证 柳苏若迫不及待地苏醒洛明轩 不管秦子嫣提什么要求 他都欣然答应 陆昭遥气急败坏地 让阿大带自己去凤山 可下一秒看到手腕的伤 便粘了 柳苏若取完血 却出而反而 想赶尽杀绝 可娘娘腔还有一丝人性 此前我可是听你说 这是取血而已 柳苏若怕含了众人的心 只好暂时将他们关押起来 众人知道柳苏若 不会轻易放晴指淹走 可没想到柳苏若 竟然能这么心狠手辣 他们深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倘若有一天 复活骆明轩需要他们的血 那柳苏若 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呢 柳苏若迫不及待地赶去密室 施法复活骆明轩 煞世间金光四射 金光蔓延到各个角落 可有人欢喜有人忧 一看到洛明轩复活的征兆 陆昭遥便怒不可遏 厉晨岚一看就知道 陆昭遥必定有所行动 感到医官种疯狂地 喊着陆昭遥的名字 有什么事可以与我商量 陆昭遥若有所思 厉晨岚不想再次失去陆昭遥 你有什么打算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商量 可陆昭遥决心已定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 不许任何人保 也不许任何人来 看着厉晨岚心疼的模样 陆昭遥虽然不舍 但狠心离去 厉晨岚之道路昭遥已经走了 顿时内心五味杂沉 满腔怒火抑制不住 陆昭遥真的复活了 柳苏若喜极而泣 这么多年的辛苦 终于没有白费 自己的亲哥哥没有白牺牲 江湖的血雨腥风 没有白搅合 柳苏若一心期盼着 能与陆昭遥再去前缘 可陆昭遥明显的心愿一马 那么陆昭遥能否 短时间内恢复功法 再次封印陆昭呢 陆昭遥会再次冲到负责吗 请看下集讲解 喜欢的点关注